台電變電鎖的變壓器故障引發大火 雙北市超過三十萬戶停電 今天本土佳麟中研院前研究助理 染疫疑似因為沒有落實SOP程序 四大公投前的超級星期天 藍綠大動員南北尬場宣講催票 龍捲風清洗美國中西部 最嚴重的肯塔基州 已經有七十個人死亡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十二月十二號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郭彩燕 台電台北一次變電所上午 因為變壓器故障引發了大火 產生黑煙影響供電系統 造成了雙北地區超過三十萬戶停電 經過強修下午一點多恢復供電 台電表示未來將會加強巡檢設備 並且強化與地方溝通 希望儘快能夠將這個比較老舊的 變電所變壓任務移轉到旁邊的新變電所 避免類似的意外再度發生 雄城大火從電力變壓設備中 還伴隨濃濃黑煙 位於台北市文山區萬龍的台電台北一次變電所 上午九點四十二分變壓器故障 瞬間引發故障電流 溫度升高造成變壓器的絕緣油起火燃燒 救火過程消防人員格外謹慎 這次火警也造成不少公共設施 以及三十萬五千四百一十八戶停電 台電表示其中九成用戶在十五分鐘內復電 並於下午一點零七分全數恢復供電 受影響用戶分布於台北市文山區 新北市新電 永和中和深耕烏來以及石嶺 台電除了向用電戶道歉 也解釋原本變壓器故障 也不至於停電 這次是因為大量農煙 讓變電所上方的匯流排跳脫 影響一百六十一千伏系統 以及六十九千伏供電系統 才會造成停電 中央對於這次停電高度關注 記者會特別由經濟部次長曾文生率領 台電董事長與總經理共同舉行 台電也表示受準設備大約三個月後恢復 但目前台北一次變電所的設備相對老舊 將加強巡檢 避免類似狀況再度發生 至於一旁的萬榮室內變電所建築物 已經在兩年前完工 設備也較先進 將加速與地方居民溝通化解疑慮 希望儘早起用 我們如果搬到新的 它是一個隔間式的 隔間式的話 第一個我們是密閉室的空間 我們會有很好的消防 比如CO2 這個海龍之類的 那個斷路器它會用GIS 會用六幅化流的 它不會有什麼 決定有充有症問題 另外台電表示受影響用電戶將依照營業規章 第三十九條規定按照停電的時數扣減電費 記者 張松 謝祺文 台北報導 中橫便道邊坡昨天 傍晚傳出森林火災 東市領館處的森林護管員 今天精神前往搶救 但是邊坡陡峭 人員必須攀爬岩壁 險象還生 所幸上午十點已經將火勢控制 中橫便道也在中午十二點左右 開放通行 但是起火原因還要再調查 山壁樹林起火燃燒 白煙不斷往上竄 還有大小落石 不斷從邊坡掉落 台中中橫便道邊坡十一號 傍晚傳出火警 公路總局緊急封閉便道 好幾輛消防水車停在路邊戒備 火場成就共動員了五十一人 東市領館處表示十一號下午四點多 接獲火警通報 地點在十七點三公里處的民隧道附近 領館處在十二號清晨六點半 集結五十一名森林護管員前往 進行殘火處理 但因為邊坡陡峭 護管員必須冒險攀爬岩壁 畫面顯像還生 鎖幸上午十點已經將火勢控制 燃燒面積約零點一公頃 公路總局谷光公務段十二號中午 也開放便道通行 但因為便道封閉了約二十小時 不少車輛受到影響 林務局也呼籲民眾入冬天氣乾燥 進入山林切入任意焚火或丟棄煙地 避免引起森林火災 記者 邱子輩 王龍濤 台中報導 今天國內沒有新增本土病例 也沒有死亡個案 但是新增了六例境外移入確定病例 至於中研院P3實驗室 前研究助理的染疫案 指揮官陳時中說 根據最新的調查發現 個案離開實驗室 疑似先脫下手套 再脫防護衣 違反了SOP程序 但是詳細的情形 還有待釐清 放眼望去人山人海 在智工及醫護人員的引導下 民眾依序進到等候區 準備做疫苗接種前的諮詢 接種熱度依舊不減 而國內12號沒有新增本土病例 也沒有死亡個案 但新增六例境外移入確定病例 其中四名為突破性感染 針對中研院前研究助理的染疫案 指揮官陳時中出席 臺灣癌症基金會頒獎典禮後表示 目前感染源就是定調在實驗室 不管是中研院本身或是中央所定的實驗室 操作SOP 問題都不大 主要是執行面有所疏漏 根據指揮中心最新的統計 截至目前中研院案的接觸者 已採檢兩百五十九人 PCR採檢結果全數都是陰性 陳時中表示沒有往外擴大是好現象 社區還是要持續監測 至於確診個案曾在淡江大學 進修推廣部上日文課 陳時中也強調只有同教室需要匡列 同校者的接觸時間短 只需自我健康監測即可 記者維莊智誠報導 今天是一二一八公投前的超級星期天 民進黨公投說明會前進臺南 由總統蔡英文領軍副總統賴清德 以及行政院長蘇貞昌輪番宣講 呼籲四大公投要投下不同意票 他們更將矛頭指向國民黨亂臺灣 民進黨公投說明會 民進黨公投說明會前進臺南 超過兩萬名支持群眾 擊爆林茉良公園 場面相當壯觀 率先登場的行政院長蘇貞昌 從防疫到經濟成長系數政府近年來的執政成績 不僅鞠躬感謝民眾的力挺 並更呼籲四大公投要投下不同意 將矛頭指向國民黨亂臺灣 中國國民黨只剩中國的大腿會害死臺灣 所以為了臺灣走出去 為了我們的國際貿易 我們照國際的規矩 政府一定負責把關安全 各位國家的主人要站出來 回到臺南的副總統賴清德 一上臺就掀起一波高潮 而這也剛好是他的第一百場公投說明會 賴清德指出四大公投的結果 將關乎臺灣環境 能源 民主以及經濟的安全 彼此環環相扣 民進黨 建制國民黨阻礙臺灣民主發展 壓軸登場的總統蔡英文 則是語重心長的喊話 這是關鍵時刻 也是關鍵的公投 一二一八公投前的超級星期天 民進黨全面動員拼聲勢 更要催票公投四個不同意 衝刺到最後一刻 記者 郭彩燕 陳柏玉綜合報導 公投對決 國民黨下午舉辦大遊行 大咖齊聚 卻少了臺中市長盧秀燕 還有新北市長侯友宜 對此黨主席朱立倫喊話民進黨 不要見縫插針 民間團體秋鬥 也舉辦了遊行與國民黨大會師 向政府表達怒吼 一二一八四大公投進入最後倒數 國民黨十二號全力催票 宣稱現場聚集超過六萬人 由黨主席朱立倫 前總統馬英九 中廣董事長趙少康等人領軍 高喊四個同意 國民黨從上到下堪稱總動員 不過十四個執政縣市首長只來了一半 指標人物包括臺中市長盧秀燕 新北市長侯友宜雙雙缺席 讓藍儀大團結的氛圍似乎打了折扣 馬英九強調解決缺電最好的方式就是重啟核四 也指出核能被認定是綠能 支持以核養綠 藍儀一行人從自由廣場聲勢浩大出發 沿途新京台大醫院立法院 向凱達格蘭大道前進 要跟民間團體秋鬥大會師 秋鬥行腳隊伍從屏東出發 歷經三十天跋涉 抵達臺北 訴求反獨裁 或民主拚公投 藍儀跟秋鬥遊行會合後 特別踏過印有電腦鍵盤和綠色蟑螂圖案的網軍大盜 象徵終結網路霸凌 而民眾黨也跟環保團體合作 排出藻礁永存大字 堅持反萊豬互藻礁立場 記者黃捷 邱富財 泰國老 美國當地時間十號晚間 傳出龍捲風侵襲中西部 總共有六個州受到影響 當中最嚴重的肯塔基州 已經有七十個人死亡 州長表示罹難的人數 恐怕持續上休 而美國總統拜登強調 聯邦政府會提供必要的援助 龍捲風橫掃美國中西部 家園商店街滿目瘡移 工廠遭疑為平地 財產損失難以估計 當地時間十號晚間 龍捲風席捲了美國六大州 包括阿肯色 伊利諾伊 肯塔基 密蘇里 密西西比 和田納西州 在短短二十四小時內 發生了約三十起龍捲風 造成至少八十人死亡 災情最嚴重的肯塔基州 州內就有超過七十人罹難 一間蠟燭工廠有超過一百名員工 趕工生產蠟燭時遇上龍捲風 目前已知四十人獲救 其餘下落不明 全州縣已進入緊急狀態 另外 亞馬遜位在伊利諾伊州的 物流中心也遭龍捲風侵襲 建築物的屋頂坍塌 造成多名員工受困 確定有六人罹難 而在第一時間 美國警衛隊也投入警銷救援行動 美國總統拜登 針對災情發表演說 指出這是美國史上最嚴重的龍捲風之一 聯邦政府會盡一切努力提供協助 拜登承諾會等救援工作告一段落 才前往災區 而氣象報導稱 隨著風暴系統往東移動 週末可能會出現更惡劣的天氣 恭喜新聞本編譯 歐美各國政府嚴防新變種病毒 Omicron擴散 紛紛祭出新的防疫措施 卻也引發了民怨 像是奧地利首都維也納 週末就四萬多人走上街頭抗爭 西班牙的兩大城市 也出現了反疫苗措施的示威行動 奧地利首都維也納週末聚集 四萬多人參加集會示威 抗議者手持標語 要求政府把接種疫苗的自由還給人民 這是連續第四周 維也納出現市民大規模上街抗疫 奧地利是歐盟第一個宣布 強制疫苗接種的國家 日前政府才公布 十四歲以上的民眾 除了因健康因素得以過敏 此外所有人都得打疫苗 否則就貴面臨罰款 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的市中心 擠滿了抗疫人潮 示威者高舉標語 上頭寫著假大流行 我沒接種疫苗等字樣 表達對於政府疫苗政策的不滿 加泰隆尼亞自治區民眾 也聚集在巴塞隆納大遊行 怒嗆疫苗護照扼殺自由 正當歐洲疫情復燃之際 變種病毒Omicron持續擴散 英國BBC報導 當地有研究機構預測 若英國政府未採取更嚴格的防疫措施 今年底Omicron將成為主流病毒株 到二零二二年四月底時 死亡人數恐怕會增加七點五萬 至於在以色列 有研究團隊發現施打完第三劑 輝瑞BNT疫苗者攜親中 對Omicron變種的中和抗體增加 至於顯示追加劑有明顯保護效果 恭喜新聞本編譯 尼加拉瓜宣布與臺灣二度斷交 轉向跟中國建交之後 尼國總統奧德加對中國示好 也表示美國很快 不再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針對我國剩下十四個邦交國 學者分析 海地 史瓦地尼與教廷 還有宏都拉斯 都要特別關注後續的雙邊關係 宁加拉瓜宣布與臺灣二度斷交 轉向跟中國建交後 頻頻對中國示好 尼國總統奧德加近日發表庭中言論 讚揚中國戰勝貧困 飢餓發展經濟 科學技術已成為世界一流的強國 針對美國以侵犯人權為憂 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 奧德加指控美方做出荒謬的舉動 也反向美國很快不再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對於尼加拉瓜再次與臺灣分手 尼國內部出現正反議論聲浪 有議員痛斥 此舉相當魯莽 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 臺灣巡邦多 威脅 採訪 在陳肺炎 贊挺 國內部熱 禁油 開市 禁油 內部 我國邦交國剩下十四個 陷入外交孤立的隱憂 還有哪些友邦關係可能生變 有學者分析海地 史瓦地尼 與教廷等可能會有狀況 而宏都拉斯的動向 備受矚目 新政府日前表態 維持與台灣的友邦關係 學者指出有賴美國 在背後撐腰 學者不諱言 台灣邦交關係 深陷大國博弈之中 隨著美中對峙深問 左右台灣與友邦的關係 但台灣人需要致力 維持邦交國 學者建議先從人口數小的國家努力 記者 台北報導 營運中研院前研究助理確診事件 新北市上午在細止國泰醫院 加開PCR檢驗 總共有四十六位 民眾採檢都是陰性 另外 台北市政府將在明天 派出採檢車到中研院 未來也會要求 台北市八間P3實驗室 還有高風險場域的人員 都要注射第三劑疫苗 十二號雖然是假日 但一早就民眾到新北市 細止國泰醫院 篩檢站 採檢PCR 新北市政府 因應中研院前研究助理確診 在十二號上午 加開檢驗場次 讓有需要的民眾 能夠免費採檢 共有四十六人前往採檢 全部陰性 不過其中有一名民眾 面對盡頭採訪時 套路自己就是中研院 確診研究助理 租屋處的房東 還批評政府 沒有及時通知管委會 也沒有針對染疫者 居住的租屋處消毒 他去過的地方都消毒 反正他住的地方沒消毒 這怎麼回事啊 大家都嚇死了 中研院的個案感染源 中央研判是來自於職場實驗室 社區感染性極低 而我們衛生局呢 在進行疫調的作業時候 都是第一時間會通知 社區管委會 也給予相關的衛教 提醒他們要徹底進行 傾銷作業 新北市強調 不但第一時間就通知管委會 而且感染源來自職場的實驗室 因此社區感染性較低 另外台北市部分 副市長黃珊珊表示 因應本次事件的805件 採檢結果全部都是陰性 13號還會安排 採檢車到中研院 除了與確診者 同一棟大樓的人員 也不排除讓其他棟人員採檢 畢竟他這邊是一個 比較密閉的空間 所以我們希望他們 先來做採檢 畢竟還是會有公共區域嘛 比如說他們按過 黃珊珊也表示 市長何文哲已經指示 台北市八間P3實驗室 以及高風險場域的人員 將會要求注射第三劑疫苗 目前台北市最快能接種 第三劑的就是萬華區的警消人員 只要第二劑接種滿五個月 就會優先造舍施打 尤其Omicron變異株 襲擊全球 為了避免突破性感染風險 施打第三劑對於防疫來說 有其必要 記者 張崇 謝祺文台北報導 公投對決 進入了最後衝刺階段 學界大串聯表態 不同意三接千里 認為三接工程 對於大潭藻礁的影響 實屬輕微 呼籲讓科學證據說話 與此同時 另一方同意三接千里的 學者們則是批評 外推方案是將大潭藻礁 都推向不可治的未來 公投對決 進入最後衝刺階段 學界大串聯 表態不同意三接千里 還共同簽署聲明 認為三接工程 對於大潭藻礁的影響 實屬輕微 呼籲讓科學證據說話 長期關心環保議題的學者 邵廣昭 藻礁更指出藻礁還可能 因為三接工程而得到更好的保護 破壞藻礁難免會有一點點 但是他因為蓋了三接 反而藻礁會得到更好的保護 這兩個之間並沒有什麼衝突 更何況還有所謂的 檢控物的問題 目前的中油的規劃 其實已經做了非常多的讓步妥協 其實這是好事 我們覺得目前的 這個階段的規劃 其實對於海岸環境來講 它的影響應該已經降到最低了 中油在現場授出離岸不同距離的 海底礁石分布 表示三接外推後 受到影響的藻礁數量 已經大量減少 同一時間 贊成三接遷移的學者們 也大動作召開記者會 授出圖片強調藻礁需要經過 千年藻礁作用才能夠形成 表面與孔隙間的各種生物 更是組成了無可取代的豐富生態系 前環保署署長魏國燕認為 大坦電廠的開工已經嚴重傷害走礁生態 我們必須用生態系統的觀點 必須有長時間的地質觀點 來看它在我們這個環境裡的位置 我們更能夠不管是珍惜它 或者保育它 或者怎麼樣來管理它 我覺得我們現在就是前途未普 那波浪最小的時候 你可以想見 那成績一定會增加 三階工程對大坦藻礁是否會造成嚴重衝擊 學姐看法不一 正反雙方沒有共識 持續隔空喊話 要在一二一八的公投日 爭取最大民意支持 記者綜合報導 有業者看準了春節商機 第一在倉庫存放大量的爆竹煙火 桃園市消防局前往急查發現 總火藥量將近有四千三百公斤 消防局出動了一百多人 花了二十多個小時 才將爆竹移到安全的地點 由於業者不當存放 將被開罰六十萬元 倉庫裡堆滿紙箱 有警方陪同到場的消防人員 發現桃園陽梅這處 只用鐵皮搭蓋的倉庫 堆放了二十公噸重的爆竹 總火藥量高達四千三百公斤 數量多到得出動一百多人 花費二十幾個小時 才移到安全區域 爆竹外觀雖貼有安全標章 但存放的環境不安全 業者被市府開罰六十萬元 澳市消防局也提醒民眾 依照爆竹煙火管理條例 摔砲類總重量超過一點五公斤 或非摔砲類總重超過二十五公斤 就超過管制量 年關將近民眾燃放煙火需求增加 也讓有些業者想撕屯更多爆竹 但若是違法還是會被地方政府將爆竹末路 判別安全性或在依法拍賣或銷毀 記者有 大豐收也是今年到目前捕獲烏魚數量最大的一次 漁民初估可以進漲一百六十萬元 船員在漁船上持續整理漁獲 一刻都嫌不下來 但每個人臉上都是開心的表情 甚至對著鏡頭比出勝利手勢 這一尾尾被捕撈上來的 是俗稱烏鯨的烏魚 彰化這艘漁船十一號清晨出海 在台灣西部外海找到了烏魚魚群 一次就捕獲六千尾烏魚 滿載而歸 漁民說冬至前後十天是捕烏魚的好時間 六千尾應該是今年目前為止捕獲量最多的 預估能獲利一百六十萬元 漁船十二號一回到彰化縣西溫宅港 就有很多民眾趕來搶買新鮮的烏魚 不過今年的烏魚籽除了人工養殖 因成本大漲 不少養殖戶棄養而減產 野生烏魚籽也受到疫情影響 捕獲量比往年少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漁船充員不夠 所以就減少了很多船隻過去抓烏魚 烏魚籽我落在差不多一千五至一千八 漁民表示今年烏魚籽產量 預估將減少淨半 目前產地收購價 已經比去年多至少三成 越靠近過年價格恐怕越貴 民眾過年想吃烏魚籽 要有漲價的心理準備 記者秋水王倫濤 早報報導 接下來就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現在看到北部地區最低16度最高21度 中部地區是15度到25度 南部地區是14度到27度 東部地區是16度到24度 外島地區是13到21度 明天的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來看到北部竹苗中部雲江南 還有高頻都是敏感等級 宜蘭跟金門是普通 花東跟澎湖是良好 馬祖是敏感等級 以上是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謝謝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 再會 發生 salut 我們分享 兩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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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千萬